在日内娃举行的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 台湾连续8年为获邀请 来自欧美各地的台湾侨民和留学生 寻网利在世卫大会召开前 举办挺台游行活动 不过主办的瑞士台湾协会会长谢锦表示 今年审办过程不如以往顺利 游行过程也受到警方关切 今年觉得很奇怪 它的核准一直不下来 我们一直吹很不一样 路前也跟我们缩短 也是有警政署的人来问我说 绝对不能闹事 台湾不能有political的issue出现 我说我们不会 我们就穿着披风 然后带着这些熊台湾熊 没事吧 他说no problem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成与跨党派立委 来到游行现场申援 呼吁中国停止打压之外 也指出台湾医疗研究成果丰硕 并乐于分享 如果台湾缺席世卫大会 对全球来讲都是损失 有时候他用他自己的思维来看两岸的事情 或者来看台湾那是会失真的 所以我出发前我也讲 说停止打压停止军演 因为这个对于改善关系 或者是你说这个要让台湾人民有好的感受 这个反而就是背道而驰嘛 台湾做癌症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层面 把我们的资料送到UICC UICC的总部也在日内网 所以我们所做的成果 通常都会变成他们官方网站的一些内容 如何能够透过好的方式 好的研究 还有好的成果 这场由台湾民间团体发起的游行活动 民众沿路唱歌呼口号 声援台湾参与WHA的同时 也让世界看到在中国打压之下 台湾的国际处境艰难 中央社记者曾庭轩填席如日内瓦报道